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邱主任上场 节目播出后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热心观众 对这对母女的祝福 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 超过一百家媒体进行转发传播 助力寻人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特殊的母女 她叫向明花 如今已经年过花甲 她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 已经相继成家立业 顺理成章 她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 但是她的生活 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 她叫刘琳琳 今年十九岁 阳光美丽 坚强自信 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 然而 在这个女孩身上 却隐藏着一段 让众人唏嘘的经历 那么 在这对母女身上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们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来 二位请坐 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对 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哦 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嗯 对 来帮她找她的 亲心父母的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我叫刘琳琳 现在是十九岁 我女儿就是 带了一个 是三线癌 我自己年纪大了 如果是 找到她的亲心父母了 到有一天 我走的时候 我也没务了 李莉莉现在得了癌症 对 三线癌 医生都说 剩下几个月时间 所以您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对的 想约她一个梦 您先跟我们讲讲 您是 怎么 收养了这个女儿的 九四年我就 去海南打钩 我在那个钩地上 她的妈妈也来那里盖钩 到二雷雷年的三月份 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 五十天了 她妈妈托付一个人 是我们的钩友 她又没老婆 她就不会带 她说 美花 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 我就说 带就带吧 托付一个一个工友 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 这个孩子当时 刚生下来五十多天 刚五十天就送给我了 我这个人 谁有一点人 又看她这么可爱 我就收养了 差不多半个月 我们就飞沟地了 我就给她没飞开了 我们就回家了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心 孩子帮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包裙 我一直扶在那里 我就想以后 要是有机会找到她的妈妈 我就还有这个 小包袱 给她放在这里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 回到老家了吗 我就回老家 就一直要搭 我记得她想吃什么东西 我都要给她买 有一次她说 妈妈我想喝牛奶 我说好 我们是楼吹 我就去那些雷剧家里 还是其他的吹里 我就去收一笔鸭毛 给那个鞋点 鸭毛 我就父亲挨娇 挨娇的就去喂 一家有鸭毛 谁家就拿出来了 我差不多收了一个月 我就去改籍 我就拿去卖 我卖了八十块钱 我就给她买牛奶 回来的时候 我女儿就在楼梭街我来了 她说妈妈回来了 有牛奶喝了 林林刚才妈妈说 你现在是癌症 你的身体状况 今天能坐在这 跟我们聊天吗 没关系 我是那边 过得最好的一个小孩 我跟她没有学院关系 我觉得她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 什么时候 有人开始这么跟你说的 有七岁的时候就有了 就身边人 经常都会说 说我是一孩子之类的 你问过妈妈吗 这个时候 我问过 妈妈怎么说 她不会不要 她一直也是 帮我当亲生的孩子 而且我在这个家 都挺开心 也挺幸福的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 身体出问题了 大概只有 七八岁 还是八九岁左右 八九岁 对 然后那时候 我妈就特别急 过来看着我 然后带我去 我们那市里面的 好医院去检查 检查出来 医生说 这个是腮泻周瘤 所以向阿姨 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我明白 给我说是恶性的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 您当时怎么想 当时她说是恶性的 我就好像我天要她下来了一样 有一天 在那个医院里 我的女儿 她就 我跟一起睡 她就 抱着我说 妈妈 你还要不要我 我说傻孩子 你怎么这样喂啊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妈妈就去卖血 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就那天 她带我去检查 我记得那个检查 做得我很痛哭 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怎么个检查 我早上去的时候 检查室进去之后 就有 大概有五六个人 拦着我妈 就没让我妈进去 他们就 这样双手 双脚 摁着我 也把我摁着 这样张开 拿了一个针管 比我们平常 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 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 把嘴巴都这样扳开 就本来那种环境下 我已经很怕了 而且在家里几个人 摁着你就更怕了 她还拿着那么大个针 我看着就恐惧了 拿着那个碟酒 碟酒味道是苦的 我尝过 她又那个碟酒粘了 就涂在你嘴巴里面 这里面 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 因为我这时候 那时候这里长 都挺硬的嘛 那肘子就特别硬 她扎不动 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都扎弯了那个针 是的 然后我嘴那时候 有点酒的味道 也有血的味道 害怕 害怕 特别怕 手术之前的时候 我就特别怕 在脸上动手术 是 但是我那时候 就不知道 这什么情况啊 什么东西 我连动手术是什么 可能都没有 多啥的概念 但是那会儿 我在手术当中 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 我不知道是不是 麻药性了 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 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很多个人拿着剪刀 刀 针 蟹 这些布在我剪上 结我的肉 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形容 这种感觉 我怕 我也怕疼 我想哭 真的很想哭 我那时候想的就是 我要死了 所以当这个手术 过了几天 你清醒了以后 开线的时候 对一个女孩来说 可能是 那个就 更恐怖了 从小 就特别爱漂亮 长头 小时候就长头发 而且那时候去 大概我能下床吧 我就想说 我要去 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里面有镜子 我自己进去 照着那个镜子 我的天哪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是 头发这里 四分之一 是个小光头 从这里缠到这里 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 而且这里还有血 但是看着 眼睛很冷 眼睛很冷 但我没哭出来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一哭 这位她马上又会哭 哭得比我更厉害 回去之后 我会跟我妈说 妈我想吃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 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 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 肯定就知道我好 她也不会担心 那八个多小时的手术 您还记得吗 我不知道她的手术 出来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她的手术 我也很害怕 后来去了八个小时 她还没有出来 我就在一个眉口 我的侄子又在一个眉口 人家都叫我那些家属来看 我一直都没有提起人家叫 雷雷雷的家属 我也不知道她这里 怎么样了 第一次手术之后 常文献我自己内心也是 自己哭了 自己偷偷地哭了一下 实在压抑不住了 我妈去找了 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 就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就是不停地调理呗 后来这两年 就基本上手术之后 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 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 我特别憧憬 那时候的梦想嘛 我那时候想的就是 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 成为我的一个跌脚石 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 绝对不能 那时候我觉得 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 我得度过这一关 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 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 永远都不想 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 就是骄傲 我也想证明 并不是说我生病了 我就成了废人了 我还可以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能 林林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 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 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 她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 这一次她感觉到 也许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这一次她意识到 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路地坚持学业 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 她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 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她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暂时忘却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 而健身房里 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 瞬间将连连吸引 她很快融入其中 林玲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健身房工作 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 健身 他们叫汇集工位 那时候我自己知道 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 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 在健身房 那会儿基人还有一个男的 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泰的 我去给他发传单 他就特别烦我 他就他不能让我 他不接受嘛 我就一直跟着 我说就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 之后呢 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 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 你更应该真心的 有一天你躺床上了 你再来健身的话 你觉得这可以吗 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 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对 其实我内心是 很难受 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 他有多大的一个痛点 我经历过这些 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 看着他们难受了 18年 我存了一点钱嘛 然后就去北京学校 学来健身 职业培训嘛 就是学习 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吧 对 觉得人还是要学习的 不管什么样状态 你都不能停留着学习 而且在流汗的时候 我能够强烈地感觉到 我们自己还活着 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可是身体又垮了 又发生了什么 复发了 癌症复发要手术 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 医生当时候是说 要把整个脸割掉 整个右边的脸 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 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你现在没有做 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如果不割 它会转移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活不了三个月 是什么时候医生给你说的 18年年底吧 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 而且以前都准备手术了 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放弃了 为什么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 我那18岁挺爱美的 他说 就你的整个面部扭曲之后 会很丑 就伤得很容了 那包括我叔叔之后的一些 吃药的 术后的一些治疗的 所有的都要是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调节不是很好 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叔叔 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 他有可能摧毁我 但是他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叠呀 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改让我改悲特别大 他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 他让我懂得珍惜 有了这个背我也想也不知道他这个背怎么样 在医院的时候给我提过 他说妈妈我还是想去找一下我的亲生父母 我说我同意 我就也就在医院碰到一个人我就喂 我说妹蒙古有个包头吗 他说是啊 我说我这个女儿就是妹蒙古包头的 我想打听这个消息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呢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我想对她说我对不起她 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 我自己的年纪大了 如果我有一天走了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我死得不眉目的 这是您的打算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就好像没有给她说 你想找吗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三个月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 但是在医生跟我说 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 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 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 你不养我 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 还是一个陌生人 你有考虑过她的家庭吗 你有考虑过她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不要这样想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想找到他们 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 那我走了之后 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心情 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 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 他们也不欠我的 他们给了我生命 但是他们欠我妈的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 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 就看一下 我说这样不给你的话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 是个什么样子的 在我们等着我的寻人平台上来过很多位 想替自己的养儿或者养女 来寻找他们亲生父母的这样的求助人 但是像李莲这样的想法的确实很少见 梦初 命运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 但是她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翼赐掌 谢谢她 谢谢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 实际上是一种煎熬 尽管她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 喜笑颜开的是吧 但是其实我想 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 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 玲玲的故事 我想告诉了我们 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 不管你是活八十岁 一百岁 还是活十九岁 十八岁 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 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 电视机前的观众 会永远地记住 你这位美丽的生命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生命只有一次 如果能够治疗的话 还是尽快地治疗 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 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 希望你接受治疗 谢谢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 就是生命中 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 每到遇到这些的时候 可以想想我 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 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 乐观 坚长一点去 好好生活下去 那既然来了 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 林林还有江阿姨 我们一起期待 来 二位 有请 我们站到这里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 寻找的情况 刘林林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你在等着我 荣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 乐观和坚强 深深地感动了 在2019年6月2日晚 播出的节目当中 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 专项寻人短视频 随后 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 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 警方 媒体 志愿者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共同参与寻找 与时间赛跑 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 河南 河北等 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 在看到了这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们也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 共同展开寻找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 我们第一时间 组织全国各地的 等着我工作室 全面开展工作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 李林的父亲经常会在 青山区一带活动 他应该是做了点小生意 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 林警官吧 你好你好你好 咱们坐回来聊一聊行不行 找个地儿坐回来聊 没有什么事 对 对 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 他到底是不是林林的亲生父亲 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林林亲生母亲的线索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请打开希望之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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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林练和向阿姨走向希望之门 如果说哪怕以下一个月我就要面对的就是死亡 那这一个月我觉得反正我还活着 我应该去做一些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死了我想让我的养母可以联系到我的亲生父母 给她一些帮助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意思都是人 入口都能 ada isol成更担olin 很患 Motor 尊敌人 乡 族 宇教 地 我之前就能够看一眼 给我生命的这两个人长什么样子 小婷 anal疏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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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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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你啊 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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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我沒有辦法 你愛你 你愛你 爸爸你們 你愛你 然後媽媽 媽媽 我 我妈妈 不要这么急 我妈妈能找过 你叫妈妈 我妈妈 你先帮我妈妈 帮我妈妈 帮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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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妈妈 你不要哭了 叫妈妈 你叫爸爸 叫妈妈 我现在不是好好活着吗 你怕个脸跟你说 有些事情跟你想的 不太一样 别哭了 咱们先 跟爸爸妈妈 跟妈妈坐过去 我跟你讲好不好 你就是 我生命的言情 先坐过去吧 几位坐过来 这里面可能会有 很多的故事 真好 来 坐吧 你坐在妈妈这里 坐下吧 坐下吧 这样 来 听我的 灵灵 你跟妈妈换一下 好 因为现在是这样 可能有一些情况 有一些故事 是灵灵你不知道的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 我们听她们讲完 好不好 如果你听完了 你愿意 我们再换过去 好吗 灵灵 一切听你的 谢谢 好吗 好 来 七月 跟我们说说 怎么回事 大家在视频当中 看到了我们 就是在南蒙古 包头 你的老家 找到了你的父母 今年 她们一直都 生活在一起 真好 我还以为她们没有 生活在一起 因为她们有了 自己的家庭 是这样 就是属于自由恋爱 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 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了 我们就去了海南 留下来的工地 没有干两三个月 灵灵就出生了 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 灵灵是在工地里生的 并且是非常结义的工碰 刚好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工友 她说 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 去挣钱 她说我可以暂时 帮你去养这个孩子 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 详细地址 我的姓名 我们家里的电话 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 我跟这个工友说 我说我会尽快 接我的女儿 我们在外面两年 我觉得这个钱 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 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 但是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四处打听 跟这个打听到 他们去了广州 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灵灵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是个懂事的孩子 爸爸说这些 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我没有问他们 一定是他们的错 这不是借口 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 事实的真相 你有这个权利 就是切满个结果 你不让我们做错的 这种理由 不能当作是理由 就是遇到再大的恐难 根本就 不应该放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 要跟老母说 大姐 谢谢你 大姐 这样 谢谢 不是 不要谢 不是 不是 我没有孩子带好 对不起的是 我不是 你没有 真的 对不起 我要感谢你 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 他的这个事情 给你的压力太大 这个我虽根全院 你腿上面也给你压力太大 我走了之后又充满 如果你要走给我的 这个是我 这个我不能要 这个我不能要 你拿着 不不不 这个我不能要 对不起 他们给你了 你就拿着吧 听我说一句 这个谁拿着都 没关系 这是给林林治病的钱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 是为了你的养母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 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 我们今天把 解放军总医院 第四医学部的 肿瘤科的主任 杜南医生 请到了现场 来 有请杜医生 来杜主任有请 林林你好 我刚才看到了你 和你养母 也是你妈妈 讲的这些故事 我非常敬佩 非常感动 那么我从栏目组 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 那么我也知道 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怕把这个面容破坏了 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 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 非常迅速 将来治好了 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 很美丽的一个姑娘 那么下一步 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咱们共同努力 来勇敢的治疗这个疾病 好不好 杜主任 我接着杜主任的话 那么杜主任说了 他有治疗的单位 那么我觉得还应该有治疗的资金 我代表我们的圆梦基金 为林林的治疗 先支付赞助十万元 谢谢 那么在我们的电视机前面有个二维码 我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 有爱心的观众们 伸出援助之手 帮帮我们十八九岁 如花似玉的玲玲 献出一片爱心 为她募捐 叫妈妈 叫爸爸叫妈妈 你听话 如果你 我知道 没事我们听连接的医院 我们听连接的医院都可以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 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 没办法抚养我 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放置内心的 过去 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这别解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 你左手拉着你的羊母 右手拉着你的生母 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 成为他们中间的扭带 让他们联系在一起 慢慢地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 慢慢地共同为你的成长 为你的治疗 大家一起做努力 好吗 玲玲 嗯 我们掌声祝贺你 祝福你 玲玲加油 加油 太棒了 玲玲 来 那我们回家 回家吧 花既年龄的玲玲 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 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勇敢面对着未来 虽然的玲玲 虽然在现场 玲玲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 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 玲玲和亲生父母之间的边层 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录制第二天 我们带着玲玲一家 来到了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 进行身体检查 我们相信玲玲 在未来可以为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共同宠爱 也祝福她未来的治疗顺利 永远是那个积极阳光的 爱